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经过连续四天的上涨之后 澳洲股市也重新回升至6669点的高度 那么中国股市上周五整体来说也有轻微的涨幅 上海和深圳涨幅均在大约1%以内 欧美方面英法德最少的上涨0.2% 最多的上涨1% 美国方面则有轻微的下跌 除了道琼斯指数上涨0.2%以外 纳斯达克以及标普大盘指数均下跌大约0.1% 股市意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稳定至1500美元上下 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整体上也相对比较平淡 另外石油价格由于上周六的早上 沙特的主要产油区遭遇了无人机的袭击 使得在本周一大盘石油价格开盘第一秒钟 油价就暴涨了12% 目前美国油价格从上周五收盘时候的56美元 一路暴涨至现在的61美元 好了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重点就来说一下的是 首先就是沙特在上周六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那么根据新闻显示 上周六沙特的主要产油区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使得很多的炼油设施 包括炼油厂都陷入了混乱 那么根据上周末的统计 预计沙特那边的产油量将会每一天减少大约570万桶的输量 那么这一输量也将会严重影响到原油市场 特别是国际油价的波动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从大约是一个小时之前 澳洲时间今天早上8点钟 原油价格开盘之后 油价就一路暴涨 准确的说是开盘就暴涨 最多时期上涨达到18% 那么在10分钟之后回落至12%左右 目前油价也是稳定在60美元以上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 沙特已经在全力的24小时不停息的修复这些产油设施 那么预计在未来的一到两周油量 原油的产量将会全部恢复 但是原油价格预计在恢复之前 还将稳定持续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 至于未来会如何呢 这也会取决于其实沙特的修复速度 如果这些破坏的设施能够在两三天之内修复 那么预计原油价格不会有太大变化 那么如果这个后续依然是有其他的恐怖袭击活动 在产油区附近 那么油价未来预计将会出现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上涨 那么这些油价对于我们澳洲的投资者来说 是不是有什么影响呢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开车时候的成本会上涨12%到18%呢 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担忧 其实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国际油价的价格 与我们实际在加油站里面加油的价格中间会有时间差 时间大约是两至三周 也就是说虽然今天早上油价上涨最多18% 就算是18% 也需要在两至三周之后体现在我们零售市场 所以大家呢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把自己的油箱加满的 第二 其实即便是它上涨了12%到18% 对于我们零售或者说我们平时开车的成本并没有上涨太多 按照现在澳洲一身汽油 按照一块五毛钱澳币来计算 涨10%呢 就是多了一毛五分钱 就算我是加油加一百升 是大的越野车 一百升的油 也就多了15块钱 我就算加十次多一百升 也就是一千升 我为此呢将会多支付一百五十澳元 那么你说这一百五十澳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呢 我不开车了吗 不会 这一百五十块钱呢 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和朋友出去吃顿饭的价格 而且这一千升油 很多的时候呢 足够你用三到六个月 也就是三到六个月 无非就是少吃一顿饭的成本 无伤大雅 所以除非我们是专业跑运输的或者是出租车司机 要不然呢 这个油价上涨10%并不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么这是可能是坏的方面 那有没有好的方面 当然有 虽然对于沙特来说 这是一个坏消息 毕竟每一天损失500桶油 按照一桶油60美元的计算方式来说 每一天的损失就是3亿美元 一周呢 三七二十一 那就是21亿美元 这都是天文的数字 但是 产油区遭遇到了袭击 带动了油价的上涨 油价上涨也意味着 与石油相关的股票价格 今天将会大涨 对于澳洲来说 比如说必合必托 比如说WTL PL 比如说STO 等等这些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的股票 预计开盘都将会出现猛涨 第二 即便是和原油不太相关的澳元 也受到了它影响 在持续的上涨 我们知道呢 石油是作为大宗商品中的一种 虽然呢 它不是像黄金或者铁矿石一样 但是呢 同样它也是属于大宗商品 那么澳元一直被称为叫做商品货币 就是大宗商品的代表 所以大宗商品中 只要有一个出现了大涨 澳元呢 也将会随之水涨船高 所以说 虽然这个油田遭遇到袭击 对于沙特来说是个坏消息 但是 对于我们澳洲的投资者来说 就意味着呢 与之相关的股票 包括澳元价格 都会大涨 也许 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还真的是有一些 这个因祸而得福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Gold 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如果您想报名参加 我们在悉尼和墨尔本的线下活动 您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再先报名 我们将会在本周日 墨尔本的北区Preston 首次为北区的华人 举办了有关投资 以及子女私校活动的讲座 欢迎您在本周日上午11点30分 到下午1点钟到时参加 具体的时间和地址 您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再先查看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